公德和私德 公德 社会公众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 从公共卫生文明礼貌 社会秩序到家国大义 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即爱地球爱宇宙 爱人类爱动物爱植物爱 爱一切在宇宙当中 我们将来可能还会遇到外星人 愿意和地球人友好和睦相处的 生物等等 这一切都属于社会公共道德 私德 社会对个体人的道德品行的要求 包括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 和中华民间传统阅定书成的范围 法律范围后面有律师老师科普 就不讲了 中华传统民间阅定书成 例如儒家学说强调的 修身齐家 父职子校 长幼有序 尊师重道 礼义人智性 谦谦君子君子之风 都可以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 现代社会对于社会人 也就是社会公民私德要求 也是人所供知的 例如对人有礼貌 尊老爱 又尊重父女 遵守社会公共秩序 比如说公共场所 不骂人 不打架 走路 要过马路 过班 马线 抗红绿灯 然后购物 进出场合 等等 自觉排队 自觉的排队 这一些都属于公共秩序 在家也要严格约出自己 爱家人 敬父母 做子女的表率 做一个品行 单正的家庭成员 这就叫约定书成 以上功德和私德的旅行 由谁来监督呢 由国家法律法规监督施行 有 有的有 有的个人在尊重国家法令的基础上 自己读书学习 尤其通过社会学习 严格 要求自己 加强自身 道德修养 这两相结合 不能说别人都盯着你 你有些私德在家里 别人盯不住的 小节 国家不同 地区不同 文明传承不同 文化包容不同 宗教信仰不同 历史阶段性不同 等种种原因 社会功德和社会私德的 优良与否 它都是要有差异的 有变化的 在全球化 今天差异在减少 但是差异依然存在 历史 例如历史的差异 今天这件事符合道德 然后到了明天 这件事它就不符合道德 这个道德打引号 所以说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 例子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举 那就要讲太多了 然后呢 我就第二个大问题 我就要讲一讲 中国历史艺人道德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老是说 明星啊 一定要做人的表算 对于我 我是不这样认为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读书多少的关系 依古代中国艺人和道德的关系 汉以前艺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下 例如老子道德经所说的 刚才我说了 我就不重复了 老子的意思 奴隶是不需要道德的 因为老子是处在奴隶王 帝王 农根社会中央集权制 这个进化的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奴隶很多 他认为在最底层的奴隶 是不需要有道德感的 他只需要尊重奴隶主 让他干什么 就干什么就够了 周时代 西周和东周 社会阶层的主城是 贵族 是 是就是文士和武士 平民 自由民 奴隶 四种 一人属于奴隶 贵族掌控他们 奴隶贩卖囚禁酷刑生死 对他们不做道德要求 要求就是服从 汉代 董忠 董忠 霸族 白家 独尊 儒蜀 儒文化统治 中国两千年 社会阶层的区分 是这样几种 贵族 良民 就是平民 卢币 贱民 这几种是怎么呢 大臣大官 王族 有王族 贵族血统的是贵族 然后一般的老百姓 市农工商就属于平民 就称为良民 卢币是可以买卖的 比如说丫头啊 然后仆人啊 等等 他们属于卢币 他们是 他们有卖身器的 他们是属于自己主人的 他们没有自由 在第四的就是贱民 贱民是昌幽 这个就很明显了 就是艺人 凡是演艺人员 演戏的 演曲艺的 杂耍的等等 称为幽灵 男幽 吕宁 贱族 是四等人当中 最低一层 他不可以和良级通婚 就是他不可以和老百姓通婚 戏剧演员只能跟唱戏的结婚 官府民间对贱旗不作道德要求 无论私德和公德 商女不知亡国恨 这个意思就是 妓女度目的私 就是歌女 她不需要去管这个国家 亡在谁的手里 所以对 贱旗 贱民就是幽灵 不作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要求 私德就更不谈 和东周西周不一样的是 剑籍人身份低位 但是主人是没有生杀权的 这里因为大家都知道 刘邦当时赞贤阳 约法三章 第一条就是杀人 所以主人如果要杀害他们 都只有悄悄摸摸的 如果他有家属 他是可以告官 这一点他是超过了春秋 也就是西周东周时期 幽灵虽然就是演艺人员 他们虽然身份最贱 但是生杀权不在他的主人身上 但是他们有时候是掌握不了 自己的身世的 现代社会 幽灵是不分男女 但是还是有人注意这一点 田汉的话剧 民优之史 主角是男艺人 现代社会 幽灵不再是古代社会的幽灵 幽灵成了一个传统的书面的词语 民国时期还有使用 1949年彻底消亡这个词 不过日本至今仍然称演员 喀斯为优 例如中国非常熟悉的 日本动漫深优 最大一个改革的时期 在清雍正 雍正皇帝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上台那一年 就是登基的元年 清雍正元年改建为梁 将演艺人员从建级归到梁级 我们先以为清雍正就是 只是做了一个政策 但是不光是政策 他下旨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我之所以就是大意把幽灵改成良民 他是想移封义俗 因为几千年的中国演艺人员一直是最低的身份 他说他是要移这个古老的风俗 他是为的什么呢 心联子开封化 意思是要更多的人懂得道德 懂得知联子 开放社会的封化教育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文明社会 或者精神文明类似的意思 那么这里就从雍正开始 一人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什么呢 一个他脱离了他人下人的生活 他成了自由民 他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但是注意一点 雍正皇帝的要求 社会道德功德和私德也要加在他们身上 摆脱辽考的代价 就和平民享受人身自由 和平民同等遵守社会道德的要求 包括功德和私德 包括家国大义和个人品行 乾隆时期 中国戏剧业大新盛 挥斑入金 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戏剧业的大新生 和当时的和乾隆的爹 把幽灵的身份 已经捧起来了 这个很重要的 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捧戏剧演员 就包括就像现在的明星 明人称为绝 然后管一个戏班子 称为老板 大家都知道 没老板 什么老板 这个都知道 就是从雍正前农时期开始 然后我们就讲到近现代中国 艺人和道德的关系 民国的时期 沿袭雍正建制 现代社会以来 欧美文化入侵 戏剧业中西并进 电影业新生和好莱坞比肩 北京 天津 上海 武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直至三十年代 中国娱乐业大新盛 对于艺人的道德要求 通常的情况下 社会民众对艺人的私德不作 太高的要求 因为它还是有那个 儒教思想的那个 影响很深 但是八卦花边新闻 都不放过 作为街坛相义之乐 其中对于艺人相当的压力 例如阮林玉 我就例子 只知道名字 大家就知道了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 先占领东山省 然后从华北江浙沿长江 攻长江流域 这当中就占领北平 上海 南京大屠杀 占领武汉 从海上过来 从福建 广东过来 从南中国 直逼长江 中下游流域 它是三面 三面一个华北 一个上海 沿长江往上走 然后从广东 广西 福建 从湖南 攻过来 一直打到 长江流域 一直打到 宜昌那里 才停下 日本 现代的 清华战争 对 演艺圈 艺人是一支 人生大考验 也就是 一次功德 大检验 举例说 金俊艺术大师 梅兰芳先生 虚名智 大家都知道 这个故事 但是梅先生 过得是非常苦 全家从北平 到上海 先北平 被占领 他到上海 上海被日军占领 又跑到香港 香港又被日军占领 他到哪里 日本人是 坚决要他出来唱戏 这个梅先生 出来唱戏 不见得就是 日本人一定要听 他的戏 当然也想听 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意义 艾民演员 现在为我唱戏了 但是梅先生 坚决拒绝了 银行存款 被冻结 所有的戏班子 全部散了 过得非常苦 几乎连饭都吃不上 所以 叙须名智 四个字 但是梅先生 是八年过得非常苦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从北平 天津 撤退到上海的 有些艺术家 就是戏剧大师 留在北平 有的在上海 因为要养活戏班子 继续唱戏 那么他们的功德 过后呢 也没有作为 也没有作为 汉奸论 也没作为 今日论 但是一直以来 都作为他们的 人生史上的 一个灰色的地带 在这一场战争当中 就是抗战时期 有很多功德 表现非常高的 比如说 从北平 天津 撤退到上海 再撤退到南京 再撤退到武汉的 各剧团 剧社的艺术家 比如说 画剧剧团 戏剧剧团 曲艺剧团 艺术家的个体 例如歌唱家 例如作曲家 险星海 戏剧家 田汉等等 在武汉国民政府 山厅的领导下 组织抗日救亡 宣传演出 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 好 那我们就看 他们的 那些名字 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了 艺人在抗战时期 表现的优异者 记录进历史 我们在查 就是我们在读 抗战的书 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而且还有很多 个人传记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些艺人 在民族威王的时刻 加国大义 而记录他们的事迹 他们的故事 一直传唱到今天 就是这当中 我刚才也举了 不是每个人都做到的 也不是每个剧团 都做得到的 也不是每一个人 就做得到的 就举例 李碧华原著 陈凯歌导演 指导的霸王别姬 金剧艺人 为日本人演出 他然后 这个艺人到后来 他悔恨终生 那个悲剧的结果 我们就不说了 这一时期 社会艺人 社会公众 对艺人的要求 功德大于私德 我是指的 抗战时期 加国大义高于一切 旧时代和新时代 关于私德 社会限制 例如法律和民间风暑 是不一样的 公众对艺人私德的要求 过去和今天 也是不一样的 我指的私德 比如说 在1949年以前 一个艺人 一个明星 一个明觉 他如果他家里 有几房太太 那么公众 是不管他的 我是指的私德 但是公德呢 就是一样 公德的要求一样 就是无论公德也好 私德也好 老百姓 对艺人的要求 跟对自己的要求一样 只不过是艺人 如果有了公德 或者他的私德 是无限的放大 接堂和相义 大家都是 非常的关注的 然后我就谈谈 当代中国 艺人和道德关系 以及演绎圈体制变化 和明星制的形成 1949年10月 新中国成立 演艺圈结构 重组 私有制 变为公有制 演员称为国家干部 国家政策 政府关怀 艺人的地位上升 就不称艺人了 都称演员 然后名气大的 称为人民艺术家 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挺好 当时苏联的电影演员 芭蕾舞演员 话剧演员 称为功勋演员 在我们中国 就是人民艺术家 有传统戏剧名家 和著名的电影演员 都是那个时代 就是50年代 和60年代的明星 当时的民众对明星 不是现在这样追星 就是有口皆碑 每一个老百姓 都知道他们 也都喜欢他们 因为即使是电影 都会下放到放营队 一直放营到深山 农村剧团经常下乡 到工厂去巡演 这个时候呢 演员和观众呢 隔着剧里 演员的私德 没人知道 基本上没人知道 功德呢 就是热爱祖国 听从党的召唤 好好演戏 认真做人 为人民服务 做人民的好演员 就够了 当年的演员 至我要求 也很严格 强调又拥又专 即 功德和私德 都要符合要求 然后呢 专就是指的 自己的演艺 一定要精 唱戏的 一定要会唱戏 说相声的 一定要会说相声 每个人都筋摸自己的演艺技术 就叫又红又专 后来几年就改称 得意双星 抗战的时候呢 演员都上前线宣传演出 当时出了一个很著名的 也就是功德方面表现非常优异的例子 河南邦子剧团花木南扮演者 也就是剧团团长长香玉 用自己的私款捐了一架飞机给志愿军 这个时候已经全国的报纸报道 引发所有的艺人的爱国热潮 这个长香玉当时的捐款 拿到今天就是艺人的慈善捐款 因为后来的艺人 他们的工资 他们挣的钱不太多 长香玉的拿的钱 是他49年以前挣的 所以呢 以后在几十年间就改开之前 你让艺人捐款是捐不出来的 因为他每个月的工资 就跟一个机关干部的工资一样高 只能维持他的温饱 这里就附带了一下 艺人明星的慈善捐款 从晚清到民国一直持续 古时候不知道有没有 那我没有 研究 例如天灾捐款 支柱慈善社团 例如宗教社团 例如政府机关或者商会 商会成立的慈善会 慈善堂 御音堂等等等等 抗战时期 艺人对难民的捐助 以及对抗战军方的捐助 比如说有人就是有艺人 包括老百姓 包括商人对山西八路军抗战物资的捐助 艺人都有参与 这都是功德的表现一部分 文革十年因为很特殊 那么我就略过了 因为那个时候就不光是艺人的问题了 那个时候的问题 它就是整个中国全部陷入到里边去了 这一段时间我就略过 然后我就从上世纪末改革开放 中国第二次文化启蒙 这个时候演艺借着春天来到了 到处演戏 到处演话剧 新的电影 新的戏曲 传统戏等等等等 而且出现了电视剧 电视剧是上世纪末出现的 这个时候港台的电视剧 电影进入大陆 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当年还没开始 电影电视剧引进大陆 大陆的电视剧诞生 港台明星制 自此进入大陆 特别是香港 这就是大陆明星制的由来 也就是大陆内地演艺圈市场化的开始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 在引号的类域 演艺圈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 艺人演示 资本进入演艺圈 演艺人签约资本团体 市场化的演艺圈 需要培养明星 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 是需要不断捧场的受众 这就是粉圈的由来 我们今天不讲粉圈 但是我就带一句 粉圈是演艺圈市场化的产物 新千年 韩流 韩流 袭击中国 大家也要知道 这有一个历史 韩国是90年代 才开放自己的电影电视 他是跟 争取过来的 他是一开放之后 叫义军突起 非常厉害 所以韩风 进到中国 就继续日本 杰尼斯男孩之后的来世 更猛 杰尼斯男孩 大家知道 是培养年轻的小赛哥 当年世界文化娱乐业 风头进爆的三大体系 就是一直到 2000年之后 就是日本动漫 韩国电视剧和网剧 中国网络小说 是劲爆世界文化圈 2019年 疫情席卷全球前夕 中国大陆演艺圈 30年市场经济竞争 较量排列组合 资本财团地位缺利 这样控制了 娱乐圈主要的演艺业 平台公司工作室 演员个体 市场化需要 明星打造计划 足以实践完成 与此同时吸引固定永敦 粉圈形成 粉圈文化形成 粉圈文化 今天不讲 社会人心 对明星 尤其是流量明星的 道德高要求 时代开始 给大家看